阿姐和姜妈妈 不是又在想什么新法子整治我吗 我这刚从二娘和阿妹的坑里跳出来 难道又见了一个循环的无间地狱吗 陆月儿 你坦诚地告诉我 在嫁进岛主府之前 您有没有跟别的男人远过房 别的男人 阿姐 你这么说我的话就太过分了 这 那为何 为何 为何我日日让姜妈妈去检查 都被发现你的床单上有落红啊 你这嫁进岛主府都各把月了 我 那是因为 我跟一男 未曾 未曾原房 那按照这般情况的话 估计是你这小身板太受辱 挑不起一男的兴趣 才不是呢 我会等你 等到你喜欢上我为之 在此之前 我就在香倒水了 你还在这上手 我会想起来 我看你 就把人家的一位 你也要 我看你 这儿 我看你 必须得重视 阿姐说的有道理啊 虽然我不认同把传宗接代 当作女子的义务 但是毕竟夫君是岛主 关于这件事 我可以给你治两肢 我先敷过身之前啊 我就经常给他背着这道 羊肉人参宝 在古旗里 羊肉和人参都是补原羊 易血气的温热补品 具有补气壮阳的功效 食用之人当晚的品造肚难的 只是扔鸣 效果奇甲 为了刀主府的后代 我今日就把这道菜品 这话你胜利 我不是说过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跨级成菜吗 若是你的天生四处成菜 你许吗 你怎么突然想起 给夫君做好吃的了 是不是 闯火了 夫君 我看起来像个人是惊吗 那你尝尝 好吃吗 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 来 来 来 再喝点 你是想噎死我吗 你想谋杀亲父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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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主 朝廷那边 要不你们先忙 我走了 你那么远跑过来 多陪我一会儿 月儿 你帮我研磨 好 宿管事 你接着说 朝廷那边对这次上供的菜品赞余有加 说自岛主继任之后 菜品的质量不减反增 纷纷夸赞岛主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花间阁掌扇 研发有功 每人各赏十两 宿管事和豆管事 管理有方 各赏百两 你拿这个去钱庄兑换银钱吧 是 奇怪 怎么胸口又闷闷的了 别想了 正是要紧了 别想了 别想了 月儿 你找我吗 不客气 我帮你 不客气 你为何今夜如此盛壮大门 你为何今夜如此盛壮大门 你为何今夜 你为何今夜 月儿 你究竟想干吗 对不起 夫君 我不知道这个彩带这么难控制 我想办法把它解开啊 听听听 月儿 怎么了 夫君 你别动 我来接吧 夫君 你就别再打趣我了 你修死人了 你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啊 不过 你今晚 你今晚 确实有几分了拨人的 我这么盛装打扮才得几分 夫君还真是见多识广 你吃醋了 我向来喜甜喜辣 就是不喜欢吃醋了 对了 既然你已是有父之父 并且也不想纳妾 那你还是要遵守父道 免得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 你还说你没吃醋 我看你这醋坛子里的醋 都快溢出来了 我没有 不过 不过我本就不是 惊艳脱俗的女子 而且我 玉儿 你不是惊艳脱俗的女子 但我就是喜欢 食而笨拙 一贯可爱的你 在我眼里 你不比任何人差 所以你没有必要用尽心思来取悦我 更别担心我心生二义 我的眼里 只容得下你 再容不下旁人了 你可能是不需要恨 大人 不要 到处我 Stellar 借了 也不担心我 老主 你呢 你 你怎么流冰血了 你等着 我 我去给你交服衣 你撑住啊 来 来人啊 月儿 副衣 救命啊 月儿 来人啊 救命啊 副衣 快救命啊 按照你这种喊法 没病都被你喊出病来 你吓得我差点被我气吃 对不起 阿姐 阿姐 你就不要再说月儿了 她只是在担心我 幸亏大夫说你病无大碍 流鼻血只是因为气血上腻导致的 最近 就不要吃什么大补之物了啊 嗯 月儿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要跟一南说 你们也下去吧 是 是 一南 你实话跟阿姐说 你是不是 你需不需要 阿姐给你找个大夫单独看看 不对 这种事儿 找个江湖郎中 开些偏方比较管用 阿姐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不需要看大夫 对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阿姐也觉得你不需要 一南 我之前听闻京城有断秀的传闻 莫非 荒唐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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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你就不要再胡乱猜测了 我和月儿的事情也不用你操心 我自有注意 嗯 我说不说 我觉得是 你不需要 不需要 甚至是 唯